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幸林在线 踏入秋天天气干燥容易流鼻血 流鼻血好像很小事 但如果流血不止就要小心 今集我们请来港大爱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曾敬賢为我们讲解 曾医生你好 Catherine你好 首先和我们讲一讲鼻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鼻除了在外面之外 里面分开左右有鼻中隔 中间有黏膜 亦有鼻甲上 中 下 鼻甲 而去到后面左右就合起 变成鼻咽的地方 接着就会进入呼吸道 流鼻血通常是因为鼻中的哪个位置受损而导致的呢 通常大部分流鼻血都是我们的鼻中隔前端的黏膜位置 我们称为黎氏区域的地方 因为那里是几条大动物的吻合的地方 特别容易损了之后就会流血 但也有些情况之下是其他地方的 如果看看是什么原因人质流血呢 通常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流鼻血出现 流鼻血通常分为两大类 局部的原因就是局部鼻腔中的问题 整体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瘾出了问题 局部的原因大部分都是黏膜破損 但可以亦有其他原因 例如有炎症 鼻豆炎 或者有腫瘤 良性的腫瘤 或者恶性的腫瘤 都可以引致流鼻血 至于全身的原因就是一些血出了问题 例如血小板低 肝硬化 或者血癌 引致我们的瘾血功能受损 都可以引致流鼻血 有些人就说如果吃得热气多 都会比较容易流鼻血 其实这种说法有没有一个根据 在西医就没有说是否热气 但我们明知道的就是干燥 天气干燥我们的黏膜容易破損 破損之后 微酥管爆了 就会引致流鼻血 有没有一些原因不明的流鼻血的原因 其实大部分人流鼻血都是原因不明 或者可能原因 我们医生看的时候已经见不到 可能是一些很轻微的创伤 或者是一些黏膜的爆損損 通常什么年纪的人 是会比较容易流鼻血呢 通常就是小孩子多些 因为他们的鼻膜 我们相对所说的比较薄 但是年纪大的人 因为血压高 或者血压高控制得不太好 都会多些流鼻血 刚才也有说过 可能是一些小朋友 会流鼻血的情况比较多 如果小朋友不懂自己处理的时候 其实家长有什么措施 可以帮他们做 去帮他们冷静 帮他们止血呢 小朋友流血虽然是多 但通常量就会比成人低很多 而且容易止一点 其实就不要吓死小朋友 有些耐性 按住他五至十分钟 通常都知道 如果真的不行 可能有些人 可以放一个棉球到鼻腔 压住出血的地方 找医生帮他止血 如果成的流鼻血 有没有说去到多频密 或者一个量 去到多少 我们就要小心 都不要说量 其实是突然性有流鼻血 特别有些单側的鼻血 或者不尋常的 其实我们就要担心 因为这个可以在鼻腔里面 有些局部的病出了的引起 所以一般流鼻血 我们都建议找医生检查 怎样为之流鼻血的量 比较多 其实如果不是分泌有些血丝 而是有血快 我们已经算是多 不一定要滴滴滴到不停 如果无创伤 但又经常流鼻血 主要是什么原因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会不会情况 都会比较严重 如果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引起的 主要是因为鼻血的结构 中隔歪了 鼻膜会特别薄 鼻膜容易破损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 例如鼻痘炎 或者肿瘤 我们没有发现 所以建议找医生 做一个详细内规的检查 流鼻血会不会是 某种严重疾病的病症 绝对可以 刚才我都说过 例如一些恶性的肿瘤 例如香港常见的癌症 鼻衣癌 或者鼻痘癌症 都可以破损流鼻血 或者甚至是身体的凝血出了问题 例如血癌 或者肝硬化 或者血小板下降 都可以人治流鼻血 刚才也提过 流鼻血是某些 嚴重疾病的病症之一 会否伴随着其他 以鼻喉相关的病症 一起出现 都可以 特别是 例如一个重要 我们比较担心 鼻咽癌的情况 病人除了 通常不是流鼻血 而是被分泌中大血 例如痰中大血 可能腎鼻太腎 腎出了大血 而同时可能有其他症状 例如耳鸣 耳朵听起来 耳朵叉了 耳朵押着的感觉 同时可能颈部 发现有些腫筷 就是淋巴 腫大的情况 其实有这些症状 就要快些去看医生 去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 会否需要一些手术 我们需要去进行 有时也需要 主要是医生常做第一个手术 就是先做内窥镜 看看出血点 找到出血点 可以用一些电磷 或者化学剂 放入出血的位置 令出血的位置 血瘫了 和周围的结架 希望它之后的黏膜 好后就停止止血 但有时再严重 我们可能要做内窥镜 血管结扎 只要找一个鼻子的主要血管 去结扎 用内窥镜之下 希望截断血的血功 令血能停止 再严重 通常在创伤引致的 可能需要做一个血管山塞 要在这个血管造影之下 上去将一条出血的大动物 山塞 但那些通常都是很严重的出血 通常都是创伤之后引致 其实也有听说过 有人会有单边流鼻血这种情况 通常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会是因爲什麽原因 大部分人都可能是因爲 一个小的破损创伤 譬如我们经常去滑鼻 但也可以是因爲结构性出了问题 譬如那边鼻比较窄 鼻中间歪了 严重的就是有个肿瘤 譬如一个鼻痘的瘤 在这里 那个瘤都可以人自会出血 流鼻血的时候 正确的处理方法 那步骤是怎样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 如果正确处理 我们第一次需要丟住 就是要丟住 丟住胸部的两边鼻翼 压住中间 因为中间就是正正 我刚刚说的 中间容易流血的地方 另外就是乌前向人 不要暗后 因为暗后的地方会倒流 便会绝到自己 乌前 人的头未未向前 如果可以的话 有些冰敷 额头降低温度 令血管收缩 都可以指出 按著它就不要按一下 給耐性按五至十分鐘 令血有時間營結 不要按兩秒鐘又開來看看 應該五至十分鐘大部份被血都停得到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一些止血的步驟 如果做齊以上的步驟仍然是流血不止的話 醫生其實有甚麼處理方法呢 有時也會止不了血的 可能會去醫院 最常見放一個叫膨脹海綿 在一塊海綿放在鼻腔上放水 它就會膨脹 就會壓住出血的地方止血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能會再放止血沙布 比較一條很長的有止血素的沙布 壓住傷口 如果再不可以嚴重一點 可能就要入手術室止血 醫生可否詳細地跟我們說一說 如果流鼻血的時候 我們要找醫生去做一些內規鏡檢查的時候 其實那個步驟會是怎樣做的 內規的檢查其實是一個可以在門診 或者醫生診所做到的檢查 相對比較簡單 首先醫生會放一些局部麻醉藥在鼻腔上 等五分鐘左右 鼻腔麻醉之後 就新一支軟鏡或者一支硬鏡的鼻上 左右鼻檢查看著上中下鼻 再看鼻煙 甚至檢查喉煙喉的地方 就可以看完整個過程大概五至十分鐘 不複雜的 但當醫生發現了一些不正常的東西 他可能會和他拿活檢 就是在不正常的地方 例如在腫瘤上 拿個鉗去夾一些組織去化驗 很多時候流鼻血的時候 人們可能都會叫我們去惡膏頭 其實這種做法是否正確的呢 剛才都說過 儘量不要惡膏頭 但在惡膏後 血會向後流 會反而逐進去 令自己吸入血 微微向前傾 如果有血向前滴 就不會逐到自己 反而這樣是更好 醫生有沒有聽過一些 關於流鼻血的誤解呢 有 常見的誤解就是 掐著鼻掐錯了 掐著鼻樑、骨的位置 這樣是指不到血的 一定要掐著鼻翼 我們軟骨的位置才能指到血 這是常見的 第二個誤解就是臥後頭 流鼻血的時候 應該是污纏少少的人 讓血向前滴 就不會吞到肚子裡 流鼻血之後 有甚麼行為 我們盡量不要做 避免再次流鼻血呢 最重要是不要攪鼻 因為血清潔了 它就有一個膠 但如果你要清潔鼻孔 或者撩鼻 就會弄損它 弄掉了那個膠 就會再流 所以盡量不要攪鼻 讓自己過幾天 黏膜痠癒了 就不會再流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的有過敏 很容易打痴 可能可以考慮吃 一些紫鼻敏感的藥 來減低自己的不舒服 會不會流過一次鼻血之後 再復發 或者再次流鼻血的機會 會增加呢 也會的 有時候 因為它的黏膜已經破損了 又沒有機會給它康復 就會容易一點 引致它再復發 我們醫生有時候 建議看到的地方 會放一些有抗生素的藥膏 令那些細菌殺死了 令它黏膜痠癒得快一點 好起來就不會再流 通常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清潔鼻 或者護理鼻的時候 那正確做法應該是怎樣的 最重要是不要用污臭的手去處理 其實一般我們建議鼻的清理 就是用生理鹽水去洗鼻 坊間藥房可以賣的一些洗鼻壺 可以洗乾淨鼻腔裡面的污臭東西 之後如果天氣乾燥的話 可以塗一些像凡士林般的潤滑的 在鼻上可以令它黏膜滋潤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破損 今集很感謝曾醫生詳盡的講解 今集時間有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伸展運動有助放鬆肌肉 運動多點 身形fit點 耐老點 想要活到200歲 就要為自己做好準備 好fit 健身 選擇衣服和選擇退休理財工具 一樣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 懂些東西 市面上有很多退休理財工具 包括不同類型的年金 要看自己的能力需要 選擇適合自己的理財產品